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韩丽说道 无论是何种结果 我都会记下十道有这份人情的 不敢不敢 前辈对果儿有大恩 晚辈还不足报以万一 啊 气神这就发消息给那位前辈 还想韩前辈稍候一下 少妇恭敬地说完 接着从袖中取出了一块玉佩状的法器 用手指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一些文字 然后砰的一声 五指一下用力 把玉佩捏成粉碎 顿时点点白光 从粉末中一散地 闪入虚空当中 同一时间 那座被冰封出口的神秘密室中 盘坐银轮之上的白衣少女 忽然移了一声 先手一抬身前拨动一起 树航白色的光纹 一下诡异地浮现出来 少女只看了两眼 身形竟轻轻地颤抖起来 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抖 这些光纹全都凭空地消失不见 一根鲜鲜玉纸 则在原先虚空处飞点 指了几下 有树枚白色光纹浮现出来 再一闪 没入虚空不见了 与此同时 密室外的山谷上空破空声一响 树到刺目的惊鸿 竟匆匆忙忙 从远处击舍而来 另一边 正站在韩丽旁边 静等消息的少妇 袖中一阵嗡鸣声响起 当即一抖 从中另取出了一块玉佩来 此玉佩上 数个淡淡文字 正在徐徐流转不定 少妇仔细一看 顿时大喜之极 冲韩丽说道 韩前辈 那位前辈答应 明天一早过来相见了 韩丽一听这话 脸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闪过 冲着少妇谢了一声 就开始向其打听一下 小灵天的一些情况来 虽然小灵天的有些事 他一早从猪鬼儿的嘴里 知道了一些 但是现在从少妇这里知道 自然更加清楚和具体 等到接近半个时辰的交谈结束之后 韩丽起身 谢绝了少妇的挽留之言 飘然地离开了大厅 重新飞回到了 山头上空的莫陵圣州里 此巨州静静地悬浮在 数座山头之间始终不动着 这个时候 附近几座山头外 已经陆续有一些人族 高阶修士跟随而来 但全都不敢贸然接触韩丽 纷纷小心地停留在极远处 只是悄悄地观察着巨州上 一切的动静 但是有一些机灵之辈啊 一看到韩丽从少妇洞府离开之后 立刻派门下弟子走一趟 或亲自登门拜访 想从这边呢 得到一些和韩丽相关的消息 灵飞仙面对这些同族高阶修士 倒是也不敢怠慢 外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 就把韩丽的来历坦然地讲出来 如此一来呀 一夜之间附近的人族修士全都知道 韩丽的确是从灵界而来的人族大成强者 顿时一个个兴奋至极 纷纷改变主意 想登州亲自拜访韩丽一番 但是这些人族修士 一接近聚州离许之内 立刻就被聚州上放出的一层无形禁止 硬生生给挡住了 再也不敢硬闯之下 只能无奈地又离开聚州附近 第二天一早 远处天边灵光一闪 树道刺目长红发出嗤嗤声 鸡舍而来 正在聚州船舱中盘坐的韩丽心念一动 单手一掐绝 把圣州放出无形禁止一收而回 接着大步一迈离开了船舱 走到了船首处 只见那几道惊鸿 转瞬间来到聚州上方 顿光一脸后 献出了几名人族的男女修士来 这些修士啊 在距离聚州百余帐外的高空中 全都悬浮停了下来 只有一名仿佛天上仙子的白衣少女 不但丝毫烟火笑容地 从众人中一飘而下 直奔韩丽 栩栩飞来 韩丽目光一宁 一下盯住着白衣少女的脸孔 一时间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了 几个闪动中 白衣少女出现在 韩丽近在咫尺的面前 美目金光一闪 弹口轻奇地说道 夫君 你终于找到这儿了 我从不怀疑有这么一天 只是如此长的等待 只是这份相思之苦 实在太难挨了一些 婉儿 韩丽口中吐出这两个字眼 没有再多说其他 只是伸出一只手掌 用手指从眼前绝美的少女 丝绸般的光滑脸庞上 轻轻地一划而过 仿佛抚摸着某种绝世珍宝 这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白衣少女 自然是韩丽苦寻多年 终于在今日才得一见的 双修伴侣 南宫晚 也是在小灵天 人族中 享有莫大声望的那位 岳仙子 远处所有的人族修士 见到这般情形 大都一阵的骚动 要知道 以南宫晚现在 人族第一强者的身份 外家无人能及的绝世风姿 早不知道让多少年轻的南宫士 将他视为梦中女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啊 他竟然和一名外来的南宫士 表现得这般亲密 时时让不少人目瞪口呆 外家极恨交加起来 只有跟着南宫晚一起 到的聚州上空那几个人 勉强未露出吃惊吃色 但是也神色各异 互相看着眼前这一幕 下一刻 白衣少女身形一动啊 整个人就仿佛无物般 扑进了韩丽的怀里 半日之后 圣州一间布置典雅的卧室当中 一张洁白如玉的石床上 白衣少女带着一丝动人红晕 依偎在韩丽的怀里 滴滴讲述着自己这些年经历的事情 原来南宫晚在韩丽进入空间隧道之后 经过多年苦修 终于也碰到了修炼瓶颈 修为一致无法再有寸进 无奈之下 他只有不韩丽后尘 也进入了某空间节点 准备偷渡到灵界来 徐徐说到这里 南宫晚轻叹了一口气 唉 韩丽清秀着怀中育人的体香 温声温道 怎么 莫非晚儿你也遭遇了空间风暴 我在途中并非遇到空间风暴 而是遇到了有大能存在在空间节点中争斗 被此争斗波及之下 才在空间之力紊乱下 掉入小灵天中的 南宫晚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扮上后朱唇微咬地说出来 韩丽心中一惊 争斗 什么人敢在空间节点中做四种事情 是大成存在吗 不是 是你当年见过的真灵罗侯和另一头上古真灵百头虫 我见到时 这两个存在已经斗得两败俱伤 但陨落前的互相最后一击下 还是将节点通道击得破裂而开 我和二者的尸体全都跌入了小灵天中 侥幸之下 切身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反而因此得到一次天大的机缘 竟是罗侯这个家伙 你说的机缘 莫非指的是这两头真灵的尸身 不错 无论是罗侯还是百头虫 即使在真灵中也是排名不低的存在 其他不说了 单是二者的经合蕴含的庞大精元 对一名修炼者来说 价值之大就可想而知 也是凭借此逆天机缘 切身才能在小灵天 这种灵气远不及灵界的地方 在短短不到两千年的时间 修炼到眼前境界的 倒是夫君你 虽然身在灵界当中 但在同样时间内 竟已经进阶大成境界 这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切身可是越修炼到后面 才能感受到进阶大成之艰难 即使我有真灵精合在手 还是对突破大成瓶颈 没有多少把握 南宫晚禽手一转 看向韩丽 脸上不加掩饰地 露出那么一丝 哑然之意来 我进阶大成 也是准备了诸多后手 才能侥幸成功的 当年我以化神境界 从空间节点出来之后 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而是先在空间风暴中 身负重伤 甚至法力一度全失 韩丽也许许讲述 自己这些年经历的一些事情 当然了 其中一些不太好名言的事 自然用含糊的言语 一语带过了 不过纵然如此 当南宫晚听到 韩丽在明河之地 遇到袁瑶 以及后边又在魔界 遭遇到子灵的时候 绝世容颜上不禁现出一丝 似笑非笑的神色 想不到 袁瑶和子灵 你这两位红颜知己 也各有一番机缘造化 你说会不会 有一日夫君你 真的飞升仙界的时候 他们二人也会不期不舍地 一直尾随下去呢 婉儿说笑了 我再碰到他二人 也是机缘巧合下的事情 至于飞升仙界 又是何等的千难万难的事啊 连我现在都没有丝毫把握 对了 你怎么会把宿女轮回宫 传授给诸果儿 其母亲这些年 忽然修为大尽 也是你暗中相助的结果吧 韩丽苦笑了一下 又问起了朱果儿的事来 子灵和袁瑶的事 她这位夫人 自然是最清楚不过了 现在忽然说出这番话来 自然不会真是因为大吃飞醋 其中啊 大半倒有调笑之意 果儿是我当年在小灵天 修为出城之后 发现了一名资质 非常适合修炼宿女轮回宫的弟子 只是当时 我因为身怀真灵经和这等重大隐秘 倒是不好明着将其收为门下 故儿通过其母 悄悄将功法传授给这丫头 这丫头倒也不负我重托 短短时间内 就把宿女轮回宫修炼到小城境界 却没想到 会因为意外流落到魔界 至于其母 则是我后来无奈之下 再收下的记名弟子 她虽然不适合修炼宿女轮回宫 但是在修炼资质上 却非同凡响 我则因为再过个数百年 就尝试突破大城瓶颈 需要一位亲近之人护法 故儿采用真灵之经 在短时间内 将其修为大大提升到练须境界 若是没有意外的话 原本打算在剩余时间内 将其一路提升到 合体初期的境界 我才会罢休的 南宫婉 丝毫没有隐瞒地说着这一切 哦 原来如此 不过现在我来了 你就不用考虑这些事了 由我护法 任谁也不想打扰你的杜劫之事 而且回到灵界的话 我还有些手段 可以让你渡成大城之节 多上几番把握 什么 夫君还有这种逆天手段吗 南宫婉一下坐之身子 有些亚然 你以为你夫君真只是一名 普通大城存在吗 不是我夸口 就是一名上古真灵和我争斗 谁胜谁负 还是两说之事呢 夫君竟有如此自信 婉儿要不是深知你不是夸大之人 恐怕也很难相信此话 对了 你说带我返回灵界 莫非直通两界的那条通道 还没有消失 不会已经暴露 被其他几族发现了位置吧 南宫婉不再掩饰心中的震惊 一想起此事急忙问道 我既然借用通道之力进入小灵天 那通道自然不是短时间会溃散消失的 而是那道通道被我用法阵遮蔽住了 一般的阵法宗师 无法察觉其中的准确位置 怎么 婉儿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韩丽是何等人呢 自然一下从南宫婉的话语中 听出一些什么 反问道 南宫婉缓缓缓地说道 我在小灵天这么多年 也有一些交情不错的道友 他们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修炼的平静 若是再想进一步 只有返回灵界才有此希望的 另外 小灵天中也着实有一些资质出色的人族晚辈 若是能返回灵界的话 夫君不妨把这些人尽力一同带走吧 带这些人回到灵界 自然觉悟问题 但是这些人都是小灵天人族的倚仗力量 一旦他们全都不在 剩下的人族要如何面对其他异族的欺压呢 我进来的通道可并不算多稳 绝对无法把整个人族都带去的 此事我怎会不知 不过眼前有返回灵界的希望 这些人恐怕也绝不愿意放弃 这唯一离开小灵天的机会啊 这样吧 让他们派出庶民代表 三天后再来这里见我 此事交给夫君我处理就是了 怎么样 韩丽单手摸了摸下巴 忽然一笑地说道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